很多人往往在结过婚之后,不懂得把握住机会 说要让自己原本生活得很幸福,家庭遭遇破坏 要想一段婚姻能够走得很远,那么就需要两个人去及时的沟通 只有两个人心与心交流,才能够使他们这两个小家庭生活得很幸福 所以说婚姻当中一定要时刻谨记,不能做以下这些事情 否则你的一辈子都会过得非常狼狈 1.出轨 我们都知道一段婚姻最忌讳的就是背叛 往往在你选择出轨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再也回不了头了 很多人总是一步错步步错,到了最后回过头想一下才知道 当初是自己鬼迷心交,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不可能在你犯错之后,还让你回到最初的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夫妻在结过婚之后,过不到一起去的原因 因为对方在选择出轨的时候,自己的另一半也想着用同样的方法去折磨那个人 时间久了只会让两个人越走越远 最后走向离婚这条道路 可是真正离婚的那一刻,两个人才发现根本就离不开对方 可是一段被别人参合的婚姻,即使再结合到一起 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和好如初了 2.有暴力倾向 我们都知道每个女人都渴望得到一份真挚的感情 婚后和自己心爱的男人过一辈子,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遗憾可言了 可是在结过婚之后,如果那个男人不顾及女人的面子 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对他施行家庭暴力 一次两次,无所谓,次错多了,每个女人都会感觉到心寒 因为他想找的就是一个能够给出他安全感和温暖的男人 像这种有家庭暴力的男人,只会让女人离他越来越远 因为每个女人即使再宽容大度,也忍受不了 所以警告那些男人们,不要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自己的女人身上 事后不管你再怎么哀求他,他也不会再原谅你了 3.嫌弃对方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当初在你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感情死 事安曾经的他非常幼稚 可是现如今他之所以选择和你在一起 也是因为他是真心的爱你 不要总是把自己身边的那个人与外界的人相比 因为你这样做只会伤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不要总是在自己脾气上来的时候就去接对方的伤疤 他之前虽然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可是现如今既然选择和你在一起 就说明他已经知道知错就改了 如果你一味的去纠结那个人的事情 那么你们两个人最后的下场就是分开 4.喜欢猜疑 我们都知道一段婚姻需要的是两个人彼此信任 这样才能够让两个人长长久久的生活下去 如果你们都对对方不信任 并且对方做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支持他 那么当初你们两个人又为何选择生活在一起呢 既然当初你们都能跨越那个坎 为何现在不能够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多考虑一些问题 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人 在你去说别人不善不思的时候 有没有想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并且有什么资格去评论别人的事情 所以要想夫妻二人之间感情甜的香蜜一样 那么就多给对方一些私人空间 相互信任相互理解 这样对方也会懂得珍惜你 所以要想一段感情能够走到最后 切记一定不要做以上这几件伤害夫妻之间的事情 因为一旦你迈出了这一步 那么就预示着你再也无法回头了 很多人都是在自己因为一时冲动 而做出了违背道德良心的事情 事后苦苦哀求对方原谅他 可是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对方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你还会去原谅他吗 就像一个破碎的镜子 再摔碎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再也无法破镜重圆了